事頁這邊有講 合約的內容 有個沒有調相似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這個事情 這要寫在第五章裡面 第五章寫的是日常管理人物跟債務 就好像說好像沒看到文化資產價值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 因為這個案子剛剛有講就是 指定的時候已經是1998年了 到現在20年前了 那當然那時候比較出院 那這次既然調查 他應該比較清楚才把它講清楚 那這裡面講清楚 那張最重要是剛剛最後檢報 最後寫的記憶 雖然170頁補跡形成定範圍 那這張圖因為是守備地圖 所以搞不清楚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那如果說這個不想說定 重寫一下文化資產價值 把土地的指定範圍 把土地的定著範圍 把土地的定著範圍 甚至我們將來要審查的 做這些補充 那尤其有配 因為就是175頁這張號 對調到現在的範圍 應該比較明確一點 但是一小時而已 因為那個房子 現在這個房子太複雜了 所以您到底請怎樣 應該知道 尤其是會長嗎 這個 剛才有提到 這個是雖然是在我們 臺北市的行政小型裡面 但是我們依照個計畫 這個是屬內政部 連出國家貿易貿易貿易的 跟那個給國家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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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轟 不過下次再跟大家說 只要 modeled 如果沒有的話我想剛才 所有委員會把他那邊南起 沿下中的消息 今天計劃操他是佃 governor 他 dabei就おっ 好 可以喔 下一單 審議案6 案由電視建築 中國電影支片廠 A攝影棚錄音室 建築業績修正案 以後康律場保存法第十八條 第十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會時審查及輔助班阿大林 辦理行程一 本區 1906年6月3日公告制度 中國電影支片廠 A攝影棚錄音室 為歷史建築 公告資料前往 推薦一 二 中國電影支片廠 A攝影棚錄音室 建築物座路土地 為北坡區桃園段一小段608部分 6551部分 1911部分 192部分 1號等私底土地 建物武建號登記 實際保存變機 蓄意保的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三 後續本局上 市林地震事務所申請辦理現場的勘測 本案擬一 測量結果 直辦理 修正中道事宜 這是當時公告的資料 請委員參看 這是公告的地景圖 藍色部分是公告的第一號 跟歷史建築本體 位置 這是現況照片 A攝影棚的外圍及內部 這是錄音室的外觀 實際測量保存範圍是紅線的部分 分別坐落地號跟左站的面積 在這邊 本案修正的保存範圍地及土地 請我們參看 禮拜一 請同意修正歷史建築 中國電影製片廠 A攝影棚錄音室建入面積 修正公告事項 一 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面 在為之面積及第一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中國電影製片廠 A攝影棚及錄音室建築本體 A攝影棚建築面積為 1012.34平方公尺 錄音室建築面積為 24.89平方公尺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 北投區桃園段一小段191-1部分 該比土地面積 43.31平方公尺 192部分 該比土地面積 67.89平方公尺 608部分 該比土地面積 279.5平方公尺 65-11號部分 該比土地面積 826.46平方公尺等 四里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虛擬 1.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2.修正理由 1.監務實測數據 1.辦理 2.本案提起本委員會審議 第一審議決議辦以後續修正公告示 1.管理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18條古蹟指定及廢職審查案法 辦理清新 本案基地是位在北市萬華區內疆街的89號 那兩棟建屋是學生宿舍及文教大樓 那坐落在萬華區漢中段一小段七八九地號 那土地跟救護的存款單位是 都是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那後面我們會簡稱北部大 那其中文教大樓它是由北部大 還有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部分院 那我們後面就簡稱台大北部分院 這兩個學校共同使用 那相關的地圖還有測量請委員參看附件一 那本案是北部大它因應國家政策 校地重新規劃並發展長照示範教育園區 所以他們辦理的土地分割 那預計要拆除五學生宿舍還有文教大樓 那兩棟大樓的登記年分分別是51年及52年 所以他們依據了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 還請本局辦理文資評估 那依據北部大106年6月2日檢送的資料 本局在106年7月12日邀集文資委員 召開了文資評估會刊 結論綜合評估本案建物具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那後續在依據北部大提供的資料 本局辦理啟動文資價值審查程序 那依據文資評估的會刊結論 還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第18條 本局並全責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在106年9月28日邀請了理成長委員 民附國委員張公正委員及薛琴委員 辦理了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那結論是經本案文資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的綜合討論 出席的委員初步認定區內文教大樓 具有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那專案小組會刊委員的意見 續送文資會審議 那有關文教大樓的部分 在106年9月28 專案小組會刊的摘要有五點 第一點文教大樓 與校區其他建物相比 確實具有叫做設計方面的特色 那包含底層排空流暢空間的大樓梯 與熱帶建築常用的遮陽板 從台灣現代建築史而言 本建物代表了1960年代 初現代運動設計師場下 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築作品值得保存 第二點是基泰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主要有三個特色 與南面設計垂直遮陽開放的樓梯 及跳空的一樓 具有現在主地的建築理念 第三點 建物施工設計水準現況甚加為基泰公司 在台重點代表建築 亦為台灣近現代建築史的案例 有其建築史價值 第四點 護理教育、醫學教育及公寓教育 為1950到1960年代兼政府 因人才需求重要政策的重點施政項目 那台本部專輯為其重要歷史發展的見證 最後一點 本岸兩東建築為台灣重要的特現代建築 在建築史上有實質的指標作用 建議因事少可保存文教大樓 第五點 有關學生宿舍部分 委員認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那本案的文資評文化資產價值 提供報告想要附件六 那這一張是地極圖的部分 紅色線框起來的部分 就是座座的土地為漢中段 一小段七八九地號 那藍色的線所框列兩東建物 分別為學生宿舍及教學道樓 那北側那個二四三之一地 建號是學生宿舍 那二四三之四是教學道樓 在價值評估報告部分 創建的年代分別 登記年代分別為五十一年五十二年 那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 是登記國立以台北的物理健康大學 土地使用分區是大專用地 那以下線畫照片部分 這個是文教大樓的外觀 文教大樓樓梯的部分 以及文教大樓的內部空間 那這個是學生宿舍的外觀 那在所有權人保存意願方面 依據1106年9月28日專案小組會堪 北部大這邊所提供的意見是 102年11月25日 教育部核定北部大城區部 校地土地分割的方案及分割的比例 那學生宿舍與文教大樓就在這個分割線上 未來土地分割後 中間區塊是北部大城校地 台大北部分院的校地 那兩邊區塊則屬於北部大城校地 那因土地分割必須是宿地 土地上不得有建築物 即便學生宿舍拆除它 文教大樓保留 土地分割案一樣面臨問題 那未來校區發展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所有權人的保存意願第二點 文教大樓在921地震後做過結構補牆 那設置了許多簡地牆及鋼構補牆 外觀與原貌不太一樣 可以看到X型的鋼構補牆 那西向地面曾與剛剛參屬的九層樓建物相連 東向地面也與原貌不太相同 設置戶外樓梯及混凝土的遮陽版 對照53年59年照片可發現增加許多簡地牆及鋼構補牆 也不是原貌 那這張圖是北戶大這邊所提供的教育部要求做土地分割 分割後的示意圖 那兩條線極是分割線 那有關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 就是如這個表格 那專案小組線刊的結果 出席的委員書部認定文教大樓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方面 依現行的文資法規定文化資產 應有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建議由北戶大於審議會中向委員說明 那指定登陸範圍的影響評估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程序部的土地級 建物學管單位是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那目前是由北戶大與台大 北戶分院兩個學校共同使用 那依據102年11月25日教育部核定的 校地土地分割方案 那個北戶 台北物理健康大學是59.38% 那台大北戶分院的話是40.62% 學生數字跟文教大樓都在這個分割線上 第三點 後續若公告為文資對於現況使用上無影響 為後續北戶大機台大北分院規劃建建大樓 在建築方案上要試登陸範圍進行調整 那本案提醒委員會審議 好 我們還是針對這跟沒有其他補充的話 有沒有什麼資料呢 那那個學校旁邊有沒有 他今天有代表過來 主席 出席的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學校長又來到現場 那首先代表學校這邊 我們北戶的分院來到這邊 又派代表過來 那首先我還是代表管理機關這邊 先上去年7月跟9月到學校來會參委員先自洩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大概幾張的檢報資料 想針對現場的狀況 還有學校的發展部分 然後再跟委員做一個補充 這張都是圖主要是當我們現在這個現場的一個照片 那我想各位委員對於基地 我想剛剛文化學這邊也有做基地的一個敘述了 我們現在主要關切的應該就是文教大樓右側這邊這一棟建築物 我們看下一張 那事實上學校這邊 護理健康大學 還有護理健康大學這邊 事實上近幾年一直配合著行政院的政策 在推動著長照1.0 甚至於現在幾乎到現在的這個長照2.0的計畫 那學校在近幾年也設置了所謂的健康照護產學合作中心 那主要是配合台大醫院這邊還有社區 萬華地區這個老人人口 那針對於這個長照老人照護方面 這一方面的醫療還有這個醫護人員這方面的需求 那我們在這個方面目前有成立這個所謂的產學合作中心 那北部我們學校這邊的話 目前這個跟勞動部跟衛福部這邊都有密切 還有市政部這邊都有密切相關的一些合作 那我們看下一張 謝謝 那事實上我們學校這邊事實上學校有三個學院 那針對於這個目前這個校區的話 所在推動的主要是這個兩個系 就是一個長照系跟這個高齡照護系 那學校在這方面算是國內非常專業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也輔導這個全國的這個高中的部分 這個照護人員的培育的部分 那我們看下一張 那如從剛剛文化學所報告的部分 其實就是整個大學這邊跟台大醫院這邊做整病的計畫 在91年就開始在談這個計畫 那在93年的時候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我們這樣子的一個整病的一個計畫 那土地分割方案在102年的時候 也已經確定了剛剛所提的 這樣子的一個分割線跟一個分割比例 那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張是比較明確的 現在主要是這一條跟這一條的分割線 那這個是學校的部分 這個是台大醫院的部分 那主要是分割線是通過了這一條的這一條線 大概是這一條線 那從這張照片事實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外觀有這個鋼斜塵 那剛剛所提到的事實上這個一樓的挑空 還有這個大樓梯的部分 還有這一些等等的部分 事實上目前已經不是原貌了 那事實上我們在九位地震的時候 然後地上在西側這一面是一個地上九層樓建築物 在九位地震的時候 因為有非常嚴重的一個損毀 所以我們在近景年紀把它拆除掉 當初本來這棟建築物也是希望把它拆除掉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空間 兩方面這個空間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必要性的補強 那我們看下一張 好 這一側是比較清楚的照片 就是跟剛剛所提的這個鱗房 這個鱗洞 已經拆掉這個 事實上它已經是 不是原有的外觀 原有它也是沒有外觀的 那這個 事實上這一側就是剛剛所提的 目前是有一些鋼血塵在那邊 還有檢利牆 那我們看下一張照片 事實上我們一樓 目前是在當這個台大的一個X光式在使用 那如同這一張平面圖所示的 這是一樓的平面 那事實上在這個四側都已經做了檢利牆 兩側也都做了鋼構的五牆 那這一張我們是做了一個透視的一個模擬 紅色的部分就是南北兩側 這事實上都是現在的鋼血塵的部分 那這個灰色的部分就是現在設置檢利牆的部分 那所以一樓事實上所謂的挑封元素 應該已經沒有辦法恢復原貌了 像這邊就是目前檢利牆設置的一個現況 我們看下一張 那我們也特別的請了結構機師 針對當初的耐震強性評估 那還有結構補強的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的事項 就做了一些記載 那事實上這棟建築物在還沒有補強製成之前的話 當時的原有建築物只有現在法規建築物的大概三層的一個耐震能力而已 那其次在我們 因為它是地上四層樓建築物 那它也沒有地下室 那它所位在的地方是所謂的土壤液化的中式潛式區 那事實上它的承載性能是比較不佳的 所以日後的圍館的話我想還是有它一定的困難 我們可以下一張 我們初步就是以這個學校這邊結合的我們學校的建築師 那還有結構機師 我們初步提了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我們是想說是用局部保留的方式 比如說把這個大樓梯或是這個立面 把它局部的保留下來 另外透過現在所謂的3D攝影的技術 事實上這個是非常成熟的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 那我們也承諾在未來的新建築的部分 我們可以設置一個類似一樣的文史的展示館 那把這一個相關的元素 那還有這一個相關設計的一些特殊的地方 那我們都會在這個展示廳 那把它給展示出來 大家看下一頁 那我們第二個方案的話 也是透過目前現在國內外 蠻多就是如果為了保留一些特殊的設計元素 或是一些歷史的一些建築 那它會把它融入在它的新建築裡面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 我們也是會尊重委員這邊的意見 那我們後續可以再跟委員來請教這邊 把我們相關的這個大樓梯的部分 挑空的部分 還有這個南面遮陽的這幾個元素 看如何把它融入在我們的新建築裡面 那我們看下一張 那事實上我們也初步的去模擬未來的新建築 有可能的一個形式 那事實上這三棟是我們未來會保留的一個建築 這一棟是一棟地上九層樓的信有建築 那未來台大會在這個地方會蓋一棟 這個地上九層樓的建築 那我們計畫是在這個兩側會蓋 也是地上九層樓的建築 保留兩個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入口的開放空間 那並且保留我們現有中庭的這樣子的一個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開放空間出來 那我想對於整個台大發展 會學校的發展 那我想這是我們所希望的兩個方案 那提供這個委員來參考 好 好 那以上是學校這邊的簡單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針對校方提供的預選 跟我們原來的這些資料 可能大概會比較好 我們根據前置作業人初步的建議 跟大家報告 我們去的老師 其實大部分贊成的是有比較估計 好 現在還在 一棟 一棟 比較大樓是估計 好 我還是請教委員 這樣一個初步的建議作業的方向 可以讓大家可以進行 或者是消防黨的報告 可以讓大家可以進行 可以進行 這個人 大概到一九三十年代 那時候 就因為建材建築的攻擊 大概在台灣從 光臥以後 幾乎十年 所以台灣沒有什麼建築 那時候的努力 一直到大樓 那從五十年代開始 那這些建築呢 那這些建築呢 他的基態 基態建築師 他具體的好多位 就是 在大樓所受的一些建築教育 演習建築師 包括 我推薦的可能是 高二八千的設計 他們對一些 這個基態建築 都有些理念 然後這部建築 等於是他們把他們 所缺的一些理念 呈現出來 所以在建築史上 有他的影響 當然 經過那麼多年 經過地震 等等 他又不強 我想這個不是說 國烈武功 這個重點 重點是在整個 我們在學校的台 台灣的這個史上 它是一個具有的指標性的 所以能夠留下來的 我們建築 尤其這棟建築的施工成功 它是天壇 天壇上 認識在大陸 是在台灣的手區 裡面的一道理事 所以天壇上 除了做這個部分 包括幾次做當作的整個 也是他們的動作 所以我想 不管是在建築設計 也好 在建築設計 也好 也好 我們看那一間 小小的 把那個牆 就像這次的 我們怎麼直接放棄下來 我們即使 我們現在的技術 我們都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是 那邊建築 這個還是 像文化精巧的 這樣 夠 這樣子 好 謝謝我覺得 其他還有什麼 剛才校方提了 那個 委員提了 就是說 如果說 真原貌 這個已經不適 的話 很多保留 這個建築詞 他們 提的那些概念 有價值 我們理想到 沒有 我們要講 文化政策保證 主要是它的政治性 所以政治性 它具體性 沒有 因為 我們要講 沒講 沒有 真的 可以了 好,我能講得太過了